好 怎么样 修得不错吧 太好了这个 当然了 这可是全厦门 最好的维修师座 这要不是因为 我表姐同学 咱排队都有排明年去 太好了 而且还给咱们 生生大了五折 划算吧 太好了 什么样 干吗 镇住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面临着一个 价值三十九万的婚礼 可你卡上只有二十万 你的钱呢 你卡上只剩三千块钱了 你一笔打给周展明二十万 你疯了吧你 我觉得 你还可以再帮我一个忙 说吧 什么证 帮我把这车给卖了 是 前面怎么走 先靠边停 靠边停我再告诉你 走 走 看不看见 前面那个右边那儿 有一个大市场 那儿就是了 这么偏地你也能找到 真行啊 搞市场调研的时候来过 就这车现在的状况 怎么上大市场去卖啊 那万一碰到个熟人 不砸自己牌子吗 以后怎么在行里混呢 你真想好了 打算办 留着还不够心烦的呢 行了 我也不劝你了 你这种完美主义者 真受不了 等会儿到市场里面 找个车多 车型新的店卖 他们走货快 我知道啊 知道就好 我就全交给你了 一会儿啊 你把电话开着 戴上耳机 出了什么问题 咱们好沟通 你不去啊 我以为我就是 当个司机做个保姆 这怎么现在卖车 也让我去啊 你就瞧我这副样子 我怎么去啊 去了不等着 让人砍价吗 拜托了啊 我下车了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嗯 好 美女 开这么好的车到我们这里 是想把这车卖了呢 还是想再买一辆去玩玩 最近钱花嗨了 想折点线 新买不到三个月的车 送你了 行啊 有两下子 装富二代啊 来 伙计们 赶紧过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啊 去吧 小姐 能把你车前盖打开看一下吗 查吧 查吧 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叫好手工 当然啊 美女 你这车打算多少钱卖呢 九成新的车 九折 便宜吧 美女 看来你是真不懂行 再好的车 只要到了我们二手市场 最多也就是一半 更何况 你这车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价格还要往下落 一半 对 那我可卖不了 我还不如留这儿 让我朋友开始去毁呢 算了吧 慢着 我刚才不是说 这一般情况下吗 这么漂亮的美女 怎么性子这么急呢 我们还有得商量 说吧 多少钱卖 八折 不让 六折 不可能 最多也就七折了 再不能高了 七折 卖了 成交 七折就七折 谁让我等钱用呢 还真是这辆车啊 这哪儿修的 一点看不出来被撞 被撞吗 这是 你这是怎么不说话的 这是你们这儿拖是不是 想要打折不用这样吧 出这种损着啊 怎么做生意呢 不是 老板 这个车是我撞的 我肯定能认出来 你是爱情愤 真是你啊 你看我没说错吧 揍你个头啊你 干啥 动手干什么呀 谁动手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个屁 有话好啊 什么叫实话 别打架 别打架啊 别打架 别打架 我知道你现在急用钱 可是你也不能撒谎 这时候明门就是撞过 你瞒哪儿一时 瞒哪儿一事吗 你胡说你 这是合约和授权书 我们这儿特别简单 把价格谈拢之后 一手交钱一手交车 至于剩下的那些过户手续 交给我们来办理就好了 二位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在上面签字吧 没问题 这合约一事两份 请你们收一份 跟二位合作真是痛快啊 如果你们下次再卖车的话 直接给我电话啊 好 二位搬走啊 慢点儿 二位 脾气还不小 有本事别到我们这儿来卖车 老板 没事吧 真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这样 要不然您这医药费我给您出发 没事 你知道你第一天上班 给我立了多大的功吗 这点上算什么 你这一句话给我赚了多少钱啊 告诉你 后面给你替成 真的 是啊 老板 我都看过了 这车呀换成都是原装的配件 别提老心了 气死我了 太过分了 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我看他可怜巴巴的 然后好心好意 让他分期付款 没想到他这么摆我一刀 真是气死我了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告诉你啊 还是展明说得对 就这种人 你越是对他好 他越是倒打你一耙 行了 大修过的时候 五五折卖得不错了 背不住是件好事呢 好事 对呀 你想 明天就到还款日期了 他敢这么对你 那说明钱肯定准备差不多了 对不对 不行 我明天必须开始上班了 你这 我又再也不工作 我就破产了 这笔钱根本就不够我还债的 等我推好了 我马上就结婚 我可不想再等十五个月之后 再结婚 要钱不要命 你帮我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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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结婚